數位任性鬆Digital Resilience Hackathon 數位任性鬆在上週才剛舉辦完這個數位任性第一次Hackathon 那交給Paul 好 大家好 我是Paul 然後我們就是在上禮拜進行了第二次 然後也就是2023年最後一次的數位任性鬆 那數位任性鬆 那數位任性鬆 好 大家知道什麼是多巴胺階段嗎 多巴胺階段呢 對 我要先講一下 這個東西呢就是如果你常常滑手機啊 你在透過這些手機的東西來獲得讓你的多巴胺 然後讓你開心的話 就是多巴胺階段就是透過一個 你不要用手機 你長時間不要用就可以讓你的身體比較健康 身心比較快的 那馬祖呢 他們前陣子就是有兩條對外的海底電軟 就是很意外的 不小心被中國籍的漁船給切斷了 那他們被切斷之後呢 他們就享受了免費的多巴胺階段 他們在這個中央社的訊息 他就講座說 這馬祖在二三月的網路和通訊不穩 那就是二三十年沒借書的馬祖人 踏進圖書館 有年輕人閒暇十九點網路 也有人發現斷網時的寧靜感非常奢侈 那有講真的啊 請在三秒內大聲的回答這個問題喔 來喔 台灣有幾條對外海底電纜 隨便喊 四條 沒有不是 台灣實際上有 只有十四條 其實還是沒有很多 因為馬祖有兩條 那他們被切斷了 那十四條其實要被切斷 也沒有很容易 也沒有很 也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喔 那如果被切斷之後 Line可以動嗎 Line其實是不行 因為它資料中心 就我們所知 應該是在日本和韓國 那IG 等一下為什麼它不會動 好 IG能夠動嗎 理論上也不行 因為他們資料中心 也主要資料中心也不在台灣 都要連到國外 那低軌到衛星 有人會講 那有用嗎 那我們是先前在數位認識中 有討論說 它有可能 比較會優先把這些平關資源 分配給政府 或者公家機關 那我們就覺得 如果這個網路在緊急狀況 比如說災難 或者是有一些災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用不到網路 其實是很麻煩 因為我們很多的重要資訊 都得透過 現在基本上 誰會去看政府公報 沒人會去看 大家都透過網路上 來進行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 是需要做這件事情的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 我們民間能夠做的預防措施 看有沒有一些做法 可以在網路中斷的情況下 讓一般民眾 能夠取得這些 在緊急情況下 很必要的這些資訊 那甚至有些更極端的情況 就是我們不只是海底電話被切斷 那如果我們國內的機房 它被影響到的話 那其實我們國內 也沒有辦法互傳訊息 那我們有幾條重要途徑 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做一些 冗余的網路系統 那有一些備用網路系統 如果一條被切斷 還有另外一條可以用 或者是一些離線版的 數位急救的救難大權 那我們在緊急情況下 比如說 如果我今天一個禮拜 沒有東西吃了 我還有什麼東西 是我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吃的 或者是說 我能不能在家裡 種馬鈴薯之類的 那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能夠幫上忙 其實也很多 因為其實現在有很多民間團體 它有在做這些的資訊 那大家是可以幫忙協助做會整的 可能比如說 像CPR教學 急救救護知識 比如說你最近的防空洞在哪 或者是沒事物出的時候怎麼辦 或一些末日電影 如果你喜歡看殭屍片的話 那你應該很清楚知道會有什麼東西 好 那就是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掃這個QR Code 到CIVIL DEFENSE的頻道 請大家可以現在掃一下 那可以加入進去 所以這也可以到我們GIVIL DEFENSE的裡面 所以 請你可以現在趕快用 謝謝大家 謝謝Paul 那以上是我們這次所有的提案 那在接下來 就是繼續下去 我們要先做一個 就是